1996年热播的宰相刘洛锅让观众认识了乾隆皇帝和珅和刘雍刘洛锅 然而在这部戏当中咱们就忽略了一位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王杰 近如今基城区的湖广会馆曾经住过不少的名人 王杰就是其中的一位过客 他跟所有的状元都有着相同的特点聪明过人 在他36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当朝的乾隆皇帝钦点了状元 配变成了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位陕西状元 然而王杰这位状元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王杰的第一份工作是汉里院的国史编辑 后来被乾隆皇帝任命为皇太子永远 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的老师 按说给太子当老师得以说教为主 不能提罚 但是永远稍有差池 王杰就让他罚贵 有一次就连乾隆皇帝都看不过去了 一边扶起罚贵的永远 一边质问王杰 学之一皇上 聚之一人君 何须难眉如斯 意思是 他学不学籍都是皇帝 你何必为难他呢 王杰则回了一句 当皇帝的前有姚顺 后有昼王 您想让孩子当哪一种皇帝呢 乾隆一听 得了 儿子 你听你老师的话吧 继续跪着吧 原话是 非你失之命不得其也 如今碰上老师体罚学生 有人会说 你也是为人父母 怎么下得去手呢 这话对王杰不管用 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更狠 小王同学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一直没能金榜提名 为什么呢 因为王杰不让儿子参加考试 一是怕同事会给他儿子开绿灯 过个营私舞弊的坏名声 二来是儿子好酒 担心他日后做了官 喝酒误事 所以他就警告大家 谁敢推荐我儿子当官 我就弹劾谁 有人曾经评价王杰 说把所有的不好意思 用在他一个人身上都不为过 您还别觉得夸张 就连能言善变的和珅 一辈子都没能找出他半点毛病来 因为王杰严谨到了 不给任何人可趁之机 判断 I I I